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黄河边,六四,三十周年到了 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呢,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时候 在提及六四,他是这么回答的,他认为呢,六四是一场动乱 中国政府对待六四的态度是一个正确的方略 换句话说呢,也就是中国政府用二十多万正规军 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的学生和市民做的对 那么在六四这个问题上面,我们要指望中国政府说些人话 恐怕是不现实的 但是呢,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在海外 我觉得也是让人非常的错愕 昨天呢,有一位方先生打电话给我 他说呢,明天也就是六月四号呢 温哥华完全由民间发起的一场有关六四的啊,一个追议的一个聚会呢 啊,有一位姓高的,一位自称是教授的移民海外已经很多年的朋友呢 他愿意到现场和那些纪念六四的人呢,用英文展开一场辩论 我就问方先生,我说你这个辩论是什么内容呢 那位高教授他究竟要说些什么呢 那么方先生告诉我呢 这个高教授对六四问题的态度和参加纪念的人不一样 他愿意用英文 然后呢,跟那些本来是用中文进行纪念的那些同胞 他进行辩论 那么我说这个高教授他究竟是哪方教授 这也说不清楚啊 但是呢,我知道 这位高教授居然是六四拿写卡的人 所谓六四拿写卡就是在1989年的时候 因为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一些国家颁布的有关啊 为了不让那些在海外参加了六四纪念活动 或者其他民主运动返回中国受到这个迫害 或者其他的这种打压的啊 那种顾虑的那些人们能够留在西方 而给他们颁发了一个绿卡 那么高教授呢 他虽然没有参加六四的活动 但是呢,就因为天安门广场上面那些学生市民的血 让当年恰好 在海外的这位高教授呢 拿到了在加拿大的这张啊 这个身份的这个许可 但是今天呢 他居然要和那些纪念那些广场死剧的那些海外的新老移民去进行辩论 要为中国政府的天安门政策啊 天安门屠杀的这个罪行呢 进行辩护 那么后来我就跟方先生讲 我说算了,以后这样吧 找个机会啊 让这位姓高的教授自己搭一场子 然后呢,我找一两位啊 能说六一点英文的人跟他来辩论 所以这个是有一点无聊了 我且不说是去砸什么场子啊 就是说首先你要辩论 那你要挑好的日子啊 人家纪念你去辩论 其次 整场都是用中文在纪念 他要用英文去跟人家辩论 这似乎自己的英文很溜 那很溜也就算了 那你为什么要挑着全场说中文的啊 这么一个啊 这个群体 你去用英文辩论 无非就是想说明自己这个英文是有证书的 所以这种人呢 我就不说他们偏执了 也不说他们变态了 就是每逢这个节日的时候呢 他们都要来出来稍微显摆一下 刷一下存在感 其实对六四问题的不同看法无所谓 因为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 每个人的经历不同 但是呢 你一方面站着天安门广场那些死去的学生 市民的人血馒头 一方面还要去和那些为了祭奠这些死去的学生和市民的那些人 去为那些屠夫说话 真是臭不要脸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啊 有一些当年三十年前拿了那些学卡的那些人好像没有感恩之心 一个没有感恩之心的民族是没有希望 但是呢 他非但没有感恩之心 反而要对曾经成就了他在海外身份的那些人的伤口上 他要撒盐 这是何等无耻的行为 所以呢 我昨天参加了温哥华支援中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在UBC也就是布列甸哥伦比亚大学组织的一场向六四这个民主女神像献花的这么一个活动 因为温哥华的市民呢在三十年前也就是六四血案发生之后 在这所大学呢 校园的中心地带竖起了一尊民主女神像 那每年呢 很多温哥华的市民呢 都会在六四前后呢 前往祭奠 昨天呢 我见到这个大学里的好几位教授 其他呢 还有一些年轻的面孔 其实在以往几年的 像这座民主女神像献花的过程当中呢 是已经很少见到年轻人的面孔了 但是昨天我们欣慰的发现呢 有一些这个学校的学生 有一些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些学生呢 他们也参加了这个活动 这多多少少让那些坚持了三十年 一直在为六四的英灵招魂的那些人们呢 有一点淡淡的安慰 那么明天呢 温哥华还将举行 烛光祷念活动 那么这个烛光祷念活动呢 在温哥华已经是坚持了也是三十年 那么晚上另外一场呢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有完全有民间发起的 纪念六四的一个追思会 那么这个呢 也在UBC大学的这个音乐学院的礼堂进行 那么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六四 至少在我们海外那些良心尚存的 良知尚存的那么一拨人当中呢 六四依旧是可以说 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一个永远没有抹去的一个伤口 当然我们在海外呢 也见识了不少人 各种各样 在六四这个问题上面 持着不同的一个态度 首先第一种 就是坚持每年都要对六四事件进行祭奠的 而且是能够亲身出现的 那么这个呢 应该说已经不及万分之一二了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虽然他们对六四这场泄心的屠杀持有彻底否定的态度 他们也支持学生市民的这个行动 而且当年或许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 但是呢 今天他们不再愿意在公开的场合来表达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 那么第三一种呢 就是不想谈论任何敏感的话题 他们认为呢 历史的一页应该翻篇 不要再提及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这段痛使 那么第四一类呢 就是基本上不知道六四发生的前因后果 而且呢 也不感兴趣 那么第某一种呢 就是为六四这件事情违心的替中国政府说些话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 什么生意啦 自己的这个家庭啦 或者等等吧 其他方面 那么他们认为呢 学生也有错 当年的学生如果要稍微啊 再温和一点的话呢 也不至于 中国政府用机枪和坦克啊 出动那么多的部队来进行镇压 那么第六种呢 就是应该说他们呢 是苦心激励的啊 为中国政府当年的暴行来进行开拓 那么这些人呢 虽然也是少数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 他们喜欢这么做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啊 这个高教授这样啊 那么第七种呢 也就是最严重的一种 就是高教授这一种 他们呢 明明自己 因为当年学生市民的啊 这种牺牲而受贿 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因为同胞的血 铸就了自己的居留权 但是这些人 但是这些人居然要为那些屠夫来进行辩护 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的不可理解 那么我要说 人类和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 三十年后的今天呢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呢 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的实体 应该说民生也有了比较巨大的改变 但是威权之下的政治腐败 权贵与资本的勾结 对底层民众和环境的疯狂的破坏和掠夺 今天可以说是比以往更多的啊 或者说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严重 那么历史是一面镜子 对六四的态度 其实是简变或者说是鉴别 中国人良知的一块试经石 不跨过六四中国不会变成世界的巨人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